算数 张华明女子到知名的肉园店 消费了800块钱 但是她拿了一张500元的五倍券 跟1000元的现金给店员 店员只找她300 让她觉得不对 不是应该找她700块钱吗 外皮炸到酥香 内馅饱满扎实 张华知名的肉园店 每到用餐时间总是大排长龙 却有民众上门消费 以肚子祸 女子婆网抱怨 她买50元的肉园 13颗及3碗汤 共800元 于是她拿一张面额500元的五倍券 及1000元现金 要让店员找钱 但店员只找她300元 女子满头问号 认为不该是找700元吗 假学生应该都算的数学 应该是找700是没有错啦 蛮生气了吧 钱没有找 店员找错钱 女子当下指正 但她抱怨店员不停碎碎念 还说用券换现金 更跟其他店员抱怨自己的感受 这让女子很火大 认为店员算错 怎么还检讨客人 服务人员觉得说 甄薰店不找零 然后她又觉得找零怪怪 一直转不过来这样而已 并没有 并没有造成 消费上的纠纷 店家解释 可能店员执着在五倍券 不找零 才会脑袋一时转不过来 算错钱 强调还是有收五倍券 也愿意向女子道歉 三连轩与许舒威 陈晓